我常常讲经上有三句话 不能不记住 第一句话佛顺 一切法从心相顺 这就是近代量子力学家讲 意念主宰一切 佛法讲一切法从心相顺 就霍佛无门 你自己怎么想 你想的是善 善就来了 你想的不善 再获就来了 不是有个主宰 自己主宰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 另外两句话非常现实 相有心生 近随心转 这些道理 四十真相彻底了解 我们心安理得了 道理明白了 你在这环境里心是定的 是安的 你不会被外头境界所动摇 知道 知道向由心生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健康状态 只要心好 只要念头好 我们的行为好 你一生 你一生 不会生病的 你年岁再大 不会算老 这相彷状态 这相彷状态 如果意念不善 里面充满了贪嗔痴 明文利养 无欲六成 贪嗔痴慢 这个 这是病根 这哪有不生病的道理 对 一定要把这些念头转过来 念头转过来了 身心健康 家庭和睦 事业胜利 而社会想火 连居住的地球 灾难都能化解 这有大道理在 感谢您的静论 但是 54度 区秩庞 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的